再来一起关注今年的电影《国庆大》 电影《长津湖》自9月30号上映之后 获得了口碑和票房的双风收 截至到10月3号 累计票房已经是突破了13亿元 点燃了观众的观影和爱国热情 为了将抗美援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搬上一幕 主创团队动用了超过7万人资的群众演员 设计了100多公里的宏大战争场景 真实在线的《长津湖》 战意惊心动魄的全过程 下面一起我们走进《长津湖》的创作幕后 《长津湖》由陈凯科 徐克 林超贤兼致指导 以发生在抗美援朝时期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 讲述了一支志愿军联队 在极度严酷的环境下 舍生忘死 顽强战斗 奋勇杀敌 为战役胜利做出重要贡献的感人故事 为真实还原战争中的战斗场面 演员们都接受了极为严格的军事训练 现场调动的演职人员更是超过了七万人死 宏大的叙事题材 复杂的现场调度 以及繁重的拍摄任务 为主创们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这次困难是我们的剧组是非常庞大 而且里面需要的东西都是超乎想象的 当然对我个人来说天气是我的敌人 就是那种寒冷 因为以前我拍动作可能一天可以拍五十几个镜头 但是现在可能一个晚上二十个也拍不到 所以时间上是压力非常巨大 电影《长津湖》以五千里和五万里两个角色为主要人物 哥哥五千里是身经百战的七连连长 而弟弟五万里却是个性叛逆的江边上野 受哥哥的影响 他也想成为一名军人 在尾随哥哥加入了作战队伍后 每到生死关头 两兄弟都会并肩作战 五万里在经历过炮火的洗礼后 最后也成为了一名英勇善战的战士 这些人物都是挺身而出的人 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就是完成对人的塑造 即是完成对战争的塑造 抗美援朝战争中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实力悬殊极为艰苦的条件下 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创造了已落盛强的军事奇迹 谱显了一曲曲英雄赞歌 电影《长津湖》用镜头重现了 71年前的那场艰苦卓绝的战斗 影片在营造震撼人心的视频光影之余 也通过对残酷战争中 普通个体的生动描绘 让抗美援朝精神 融入每一位观众的内心 任何一个年代里面 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人 为了自己国家付出的精神要用 所以抗美援朝就是这个精神 从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示范 为了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就让大家知道 这场战是怎么来的 怎么打的 怎么要胜利的 感谢观看